哈喽,大家好,我是饕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吃的盘龙葱花饼 葱香浓郁,柔软又好吃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跟着饕天的视频做起来吧 做法简单看一遍就能学会 咱们先取500克干面粉和面 加3克酵母粉 1克小苏打 3克白砂糖 用筷子搅拌均匀 倒入40度的温水搅拌成面絮状 500克面粉要用270克温水 一边倒入一边用筷子搅拌防止结成面疙瘩 搅成软硬适中的面絮后下手团成团 放在面垫上使劲推拉揉搓面团 好吃的葱花饼都是揉出来的 一直揉到面团表面光滑 没有明显的颗粒感就可以了 放进碗里盖一个盖子或保鲜膜 醒发90分钟 空碗里取两勺面粉 3克调和面 3克盐 先用勺子搅均匀 再倒点油继续搅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面团醒发好后 简单揉搓排一下气 再用擀面杖推着擀大擀包 尽量擀长一点 方便下一步操作 将调好的油酥 舀在面饼上抹均匀 再均匀地撒一层干面粉 能更好地起酥 再撒上多多的小葱花 从窄的一头卷起来卷成卷 尽量卷粗一点 方便下一步操作 面头一定要擀包 然后放在案板上 像这样锯着往下切成小圆饼 一定要找一把块刀来切 再简单整理一下 压成圆饼状 擀大擀薄 咱们的生胚就做好了 预热好的电饼盛里倒点油 用刷子刷均匀 关火后放入生胚烙熟 有中火的吊中火烙 再给表面刷点油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开火后烙一分钟 等底面变硬后 用铲子翻面烙另一面 翻面后烙90秒 等再翻两三次面 烙到两面焦黄酥脆的时候 就可以出锅了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试一下吧 饕贴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 不一样的美食 我们下期再见